《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政经,冯志正》 欢迎回到坚尼地政经,我是冯志正 今天的议题,我相信大家在头条新闻和昨天的新闻都会看到 就是香港关于日方排放核废水的情况下 香港政府将会禁止10个月的水产进口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今天《明报》的新闻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导 可以看到,香港和内地都在进行10个刀院食品的限制 而且针对水产品进行严格的实施强化、监控等等 内地有一个相对严格的做法 香港对于福岛鄰近4个院的水果制品 都会有少许的放松,可以透过日本去发的福射证明书和出口箱证明书 就可以进入口 但是,看到如果一旦排放核污水的时候 刚才那10个院的水产品,包括他们无论是活生、冷冻、冷藏、干制等等方式的水产品 都会被禁止入口 这个说法也是非常庞大的 因为不单是福岛的原额里面本身已经有的水产禁核令 更重要的就是它扩大到10个院的地方 当中看回地理环境 包括一些月份是一些所谓的内陆院 即是本身就是没有水产品 好像长野院、岐浮院等等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连这个政府都会禁止呢? 局方里面的说法就是怕它会不会将一些水产品混进去鄰近院份进行加工 然后透过食品加工就出口到世界各地 这个说法也非常扩大了 因为不单是来源地的问题 连加工食品 即是可能进行过一次的运作 然后转口出去都要被禁止 所以因此情况下 香港的饮食业界是很担心的 其中一个担心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看到陈强说法 就是说现时八九成的业界进口的日本水产品 是经过东京丰州这个转运去到世界各地 包括香港 如果来自东京都的一些食品的物品都不能够出口 是不是代表着东京里面的湾区里面的海产 还是在于丰州出口商那些转运那些全部都不行呢? 如果用回刚才政府的说法 连食品加工的都要是一个rational 这个理论底下去禁止的话 很有机会这些转口都会被禁止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一旦出现的话 其实使得香港的生意真的会减少得非常之多 陈强业界的内部的说法 就是说估计会有两至三成的店铺 可能未必继续营业 尤其是当它经营的这个情况 超过两至三个月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次核废水的排放的时间 大概是以列计 大概要用三十年时间 才去排除所有的核废水 和整体的一些这样的计划 所以如果这个争议一旦持续的话 我相信两三个月的禁止入口 都是非常之 可以期待 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议题 不单止是在讨论 香港今天那个时事 今天的新闻发生了什么事 而是这件这样的新闻 背后带来对于中国的外交 以至到香港的一些涉外关系的影响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香港对于日本严厉的打击 并不是一个我们习惯看到的一些看法 《日经新闻》也有说过 就是会不会看到以前香港和日本之间的港日关系 相对冒失的 哪怕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反日示威 又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抗日神剧 在这个内地播放的时候 香港也是没有一个很浓厚的抗日情绪 甚至乎在商界上 在旅游上 在民生的交流上面 香港和日本都是表现得非常友好和密切 但是这几天来 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几个月发酵以来 无论官方 乃至到立法会议员等等 对于日本出口业的冷漠 比较强硬的态度 大家都会觉得和过去一个中国香港的外交情况 或者所谓的涉外关系情况是完全不同 究竟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很短的时间 简单地说一说 其实这个核废水的争议 中国的外交立场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 究竟为什么香港非常强硬 亦是表现得更加紧脆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这个核废水争议下 它其实不是说今天2023年就排放 其实2019年的时候 日本已经是透过一些议员 以及透过一些政府官员 在世界各地吹风 就说他们尽量 我们在希望 可不可以将核废水 排回到太平洋那里 因为现在在这个 日本福岛核事变之后 它每天是大量地制造一些核污水出来 现时这些核污水 是储存在一些水缸里面 水缸今时今日 已经足够填满 大概400多个标准的奥运游泳池 这些水缸就是放在附近的一些空地 和一些地方上作为储存 但是如果储存的地方有限的话 其实核污水的问题都要继续处理 而且这些污水只会无日无之地继续加下去 不单止是纯粹地方紧绝的问题 因为分分钟可能你填了一个糖 再填一个糖 因为这样的核的辐射 和那个冷却都要衰事 就不是现时增加土地 是可以长远解决的方法 所以日本政府也强调 或者它也希望 可不可以有个机制 将这些核污水 处理完 排回到太平洋那里 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在2019年的时候 无论中国、韩国、智利等等的地方 都对于核污水的处理非常抗拒 而且是有一些很大的争议 这篇新闻报道是哪里来的呢 绿色和平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有趣的 除了在这个国家层面 看到在海洋的一些国际会议上面 一些国家政府非常大力反对日本排出核污水之外 其实环保组织都不无多样 其中一个领头样的呢 就是来自Greenpeace 2019年开始 它已经是关注着核污水的排放问题 去到2023年 你都看到最近 它都继续 是会说 无论即使G7 endorsed核污水这个排放的计划 而这个Greenpeace 都非常之关注 而且提出抗议 它认为这种这样的排放政策 是有害于其他的海洋生物 其实有更多更好的方法可以处理 听到这里 我想大家是不是都有个心里中的怀疑 和香港的中文新闻有点不同 不是说Greenpeace 从来没有说过 关于核污水的问题吗 不是在这些 看到中文的媒体上 经常有些议员评论 为什么这些环保组织 从来不出声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Greenpeace是有出声 不过很有可能 因为它本身面向国际 新闻稿 大多都用英文去写 所以在华文世界 又或者部分立法会员 不是那么接触国际新闻 英文的思维 或者比较疏落 它完全接触不到外国世界 所以看不到 其实在Greenpeace的新闻报道 其实在19年至今已经跟进了 不单是Greenpeace会跟进 它也有一些所谓的立场和声明 不过也有机会 这种立场和声明 其实挺不符中国的国策 所以有部分的议员 可能即使懂英文 看得也当看不到 你看到Greenpeace的立场 是很清晰的 对于核污水问题 它不单只是说排放问题 而是整体而言 它认为核能 作为一个安全 而且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是一个假象 而且非常之危险 令到一些其他 可以更有效的 那些抵抗气候问题上的 能源的解决方案 是不能够被别人重视 所以大家不单只看到 Greenpeace对于核污水 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大的发声 甚至乎它说完之后 背后一定要加上 Greenpeace长口以来的一个立场 就是它从来都是 希望它不用核 所谓的反核的立场 所以说到这里 你会发觉 有机会不单只是 部分的华人 或者部分的建制派媒体 比较少看英文新闻 甚至乎你发觉 Greenpeace的立场 都不能够採纳下去 毕竟在东亚地区 建造最多的这个发电厂的国家 称证就是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Greenpeace和等等 不同的国家 都有对于核汇水争议的一些看法 但是其实日本方面 都不是在这两三个月内 没有反击的 而且它准备了 由2019年开始 到2023年 准备排放的时候 你会发觉 这里是经过了很多的关卡 包括第一个关卡 是什么呢 就是在科学上做 究竟这个所谓的核汇水处理 是否真的成功呢 这个所谓的核汇水处理的制度 其实是主要做两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看到一般的核汇水 和福岛的核汇水 的确是有截然不同的地方 一般的核汇水 主要是含有一些所谓的村 等等的放射性物质 但是福岛的核汇水 因为在核电厂 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被破坏 和受损 所以其他的核辐射物质 都会流落在核汇水 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物质 都是一些比较重的物质 而且在天然社会 比较难找到 所以这一类型比较危害大的 而且质量比较重的物质 是可以透过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一些所谓的污水处理的方法 就将大量这些这样的物质 就全部沉淀 积累 或者把它收回在其他的 一些固体废物等等的地方 所以在第一个过滤的措施下 就将这个核里面最主要 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生体 很关注很有危害 因为它有复射量比较高的 这些这样的物质 就已经拔了出来 流下来有两种物质 是比较难去处理到的 那两种物质一直都是 在人类社会生存到 一个就是碳14 第二个就是串 串就是我们所谓的 氢化的同位素 就是氢化的同位素 那这两个呢 因为在人类社会 都经常存在 无论是有一些所谓的 氢化的atoms 或者是一个 就是碳的atoms 那么如果大家记得 这个大概 中三左右的化学 应该有学过同位问题的 为什么氢和碳 比较难去处理呢 因为氢一样 都是atomic number 都是1 但是碳14 那么atomic number 都是12 它都有差不多大的质量 那么唯一的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它们多了一些中子 那么多了一些中子 是会重了一点点 但是呢 因为中子是没有电荷的关系 要把它分辨于由氢和氢 其实是很困难的 由碳和碳14 就是碳12和碳14 都是相对困难 那么所以 在这个这么难处理的情况下 它就不能够拔走这些放射性物质 就要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吸气它 吸气它 在排放之前 就尽量把它变成一般水的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个日本发布的一个 就是他们自己的新闻那边也看到 就是它会决定 就将氢圈量 就将它降低到150个bq per liter 那这个这样的 1500个 那1500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再理解成为 WHO的standard 饮用水含穿量呢 是1万 那它呢 就是1500 差不多是等于七分之一 那而且呢 一般的 就是 饮用水的 就是法定规则呢 就大概呢 是这个 就是六万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 所有水 就是六万 那是正常水体的四分 四十分之一 那所以将它含穿量降到1500的时候 你只要将它排放呢 其实对整体的水体和饮用水呢 那个这样的浓度呢 那个分别不是很大 加上它每年呢 它有总体排放量 也都不能超过某一个量 而且第三呢 就是无论在之前排放 今时今日的排放 它排放中间呢 都会有这个 国际原子能机构 作为第三方的机构呢 去监督究竟 它这些穿的排放量 是不是达到 它原本答应的标准 如果一旦答应的标准 是违反了的话呢 它这个 核废水排放呢 就会被终止 或者停止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样的量呢 都是暂时 日本政府 和冬电那边 批评给大家的 那么 在这个 冬电的量 批评给大家的时候呢 你不单只看到 它做幅图给你看 它也都养了干乳给你看 那这一干乳呢 就是在 现在这个核废水附近 将一些核废水 倒落了 到一个养殖了的比目鱼里 测试一下呢 用现在那个核的排 核水量呢 会不会令到 这一干比目鱼 有一些即时的 身体的影响 你会看到 大家都还是 非常肥肥白白 所以它是黑色的 肥肥黑黑的 这样 那加上呢 其实它做了一些科学测试 底下呢 它发觉当时 排倒了这个核废水的时候呢 它们体内 那个含穿量 是即时提高了 但是随着每一几天左右呢 大概不数于六日 大概一周到呢 就已经回复了 和原本的水平一模一样 那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比目鱼 它其实 如果你一旦排放了 这个水体那里 其实就是 可能过多两三天 当个渔民捞出来的时候 又或者 其实去到你手中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 含穿量呢 就已经 变成正常的标准 那么 当然 它除了一些防守性的 一些资讯之外呢 日本政府都非常之 很衰的 都真的 立心不良了 特意呢 要说起其他国家 一些所谓核废水 排穿的量 究竟它那个单位是多少 你会发觉呢 其实今时今日 无论福岛呢 又或者其他核电厂呢 排的那个含穿量呢 是远低于中国的核电厂 和韩国的核电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到 在世界各地 日本政府呢 都相对地 画个饼 画个愿景呢 都是好好的 觉得应该呢 都是合乎科学的精神 那么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不单止日本自己说的 因为2019年呢 日本政府就已经是进行着 这个核污水排放的 这个这样的想法 它当时呢 就邀请了原子能经购 做一个两年的研究和监察 看看这个核污水处理措施呢 是不是符合到 这个原子能机构的建议和advice 认为在这个国际的安全问题上呢 是符合到的 那么 经历了两年的研究之后呢 IAEA就是原子能机构呢 在7月4日呢 就已经发表了这个报告 认为呢 这个treatment呢 是和现时的国际安全标准呢 是符合的 原子能机构其实都相对保守的了 它就不是说支持日本政府 进行这个核污水排放 因为当时它收到的命题是一样的 就是究竟这些污水排放 和这个国际标准 是不是拿到standard 是不是一样的 那么它只是说 如果你这样做 其实对水体 对人类社会影响 这种未复其微 这个就是它的结论 至于你是否应该排放呢 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呢 是没有这个立场的 那么所以你看到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在这个日本机构上面呢 就已经有一个 2019年很开始的一个 核污水排放的提案 回到去见到 在这个Greenpeace当时的报道 当有这个核污水排放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有鄰近的地区 第一个举手就出来说 我反对 甚至乎非常之激烈 带头的领头羊 其实一开始 并不是这个中国 而是韩国 韩国当时文在寅总统 对于这个核污水排放 是非常之憤怒 而且对于中国和他一起站在旁边 和日本之间的隔阂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当时的外交格局 那么你这个文在寅 他看到这个核污水的情况下 除了发动了很多的演讲之外 甚至乎也都考虑过 在一些海洋仲裁上面 去向这个日本提出控诉 那么去到2021年4月的时候 文在寅也都非常之关注 但是去到2022年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文在寅就是在他的政党 在上一次的选举下 就输了 就转成了现在的新任的首相 新任的总统 那么新任的总统 无论政党改变了都好 其实你发觉 那个对日的策略都不同了 加上之前的所有科学的证据 你都会看到 这次韩国在日本核污水的争议下 就脱离了这个反对的声音 甚至乎成为了赞成的说法 赞成的程度去到哪里呢 就是他现在的首相 就直接说 如果被这个国会质疑 如果这个日本核污水拿给你 你够不够胆喝呢 而这个首相 就是回应这个国会议员质问的时候 他认同他是够胆去 喝了这杯核污水 所以你会看到 整个韩国政府今时今日 就已经由原本的一个 反对核排放的立场 转阵了去支持这个核排放的立场 那当然民间社会 尤其是文在寅等等的政党 都是会非常之反对 但是现今的韩国政府 就不再在这个外交场合上面 和这个世界G7等等的地方对着干 只不过就会觉得 就是他要继续监察着这个核辐射和核排放量 会不会合乎标准 但是一旦他合乎标准的话 他是会支持的 另外就是 除了日本鄰近的地方 有韩国之外 台湾也是日本的海产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加上其实 虽然他那个台湾海产的潮水 主要黑潮是由南到北的 就是那个都不是潮水 应该是一个 就是鱼产的通道 是由南到北 所以你会发觉 就是当日本排放核辐水的时候 那些应该是会最尾一站 或者相对较后一站 才去到台湾 但是毕竟台湾都是日本鱼产业很重要的出口的地方 而且始终的水体比较近 那么台湾市民都会担心 究竟一些居民上面都会担心 究竟他会不会核辐水 这些会影响到台湾的健康 那么2021年当时时任在日本做大市的謝祥廷 都已经说过 他觉得台湾现在的核能厂 也都会将一些穿水排入海里面的 而且都在标准值之下 那謝祥廷一说 其实某程度上就帮日本打掩护 希望其实告诉大家 今次这个核辐水的做法 或者这个排放 都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说完之后 当然被人抨击和骂 去到今时今日2023年 在这个台湾现时政府之下 对于这个穿废水的排放 都是做了一个比较包容的立场 认为只是会监察夸部门合作 看看它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也可以这么说 台湾政府在日本排放核风水的情况下 都是跟随了日本的立场 只要它合乎国际标准 排放并没有问题 大家都会问 韩国也有在野党出来帮它抵制一下 台湾也有在野政党 台湾的在野政党 为什么不会和这个核福水下 进行一个比较对抗性的想法呢 是不是他们的立场不同呢 正正是真的不同的 因为在国民党 即现时台湾在野党的立场下 台湾的在野党是相对希望去恢复核能 他们对于核能的理解 其实就是比较支持 所以在这个立场的情况下 他们对于核福水这些处理问题 一直都是有点关心和比较尴尬 马英九就会出来说 我们应该要去关心和关心 日本这个核福水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生活 但是同一时间 整个国民党 亦都是比起现时的执政党 更加支持核能这个选项 希望恢复台湾里面的核能厂 以保障能源安全 但是同一时间 他亦都要处理核福水问题下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国民党 在日本排放核废水问题下 就不是怎么出声 说到这里 你就会知道 原来在一开始 2019年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排放核废水问题 是非常之 很多朋友 无论韩国 世界各地的地方 都是针对着日本这个核辐射问题 可以一起进行一个外交的攻击 甚至乎去评击他 但是你会发觉 随着这两三年来 无论得到科学的证据 国际社会的支持 和一些监察 你会发觉他身边的朋友 无论韩国 台湾 从来这个都不是朋友 但是日本的鄰近地方 韩国和台湾 就已经站在日本那一面的时候 中国今时今日在北京政府 就成为了核废水问题 一个非常鲜明的立场 而且也是一个最大的反对派 他成为了最大的反对派之后 对于香港未来有什么看法 也有什么经济上的影响呢 不如我们广告回来 听一听艾伦莫经理说一说 有什么服务和产品 接着回来继续 希望学为香港下一代提供既承传香港核心价值 又兼具国际视野的教育 透过出版共学 令香港孩子成为 具批判独立思考的世界公民 Ginni地球频道已经突破了30万顶月了 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外 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 集中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力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社福活动、任何慈善活动 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广告回来继续坚尼地政经 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废水排放的情况下 中国的外交立场一直本身想着 旁边有很多鄰近地区 和他一起去反对日本排放这个核废水 但是其实今时今日 你会看到大部分的盟友已经脱了队 可以说已经给科学的证据 给国际社会组织的一些监察 就是说服了 站在日本那边 当然在G7会议上 也有一些所谓阴谋论的声音 就说因为很多G7国家 自己都在进行大量的核电供应 所以对于一些 在这些核废水处理的问题上 相对地都宽容一点 因为一来首先 他招有一天 不知道自己不会 就是希望不要 这么不幸 自己都中了招的话 也有一些相同的关系和处理 再者 就是在核问题上 如果评击得太甚 反而是会针对自己国内的核能供应 一个比较大的反对声音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你看到很多国际社会 无论在于科学和外交问题上 内政问题上 都是支持了日本这个核废水排放的计划 但是中国在外交立场上 依然是站得很硬 一来它是属于受影响的鄰近地区 更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过去的外交场合 就不算很大问题 但是今天的外交动力下 中国去反对日本的核废水 其实在外交上 在外交方面只有赢没输 一来日本本身就不是一个中国 在近年比较友好的地方 加上在东北亚的问题上 韩国慢慢和日本亲近 的确是构成了中国一个很大的安全的威胁 所以在一个最好的情况下 都是找一个议题 在韩国的民间和日本有一定的距离 就相对比较好 在现时在韩国反对党的积极地去争取之下 其实韩国的市民和很多的投资 很多的民调都看到 大概有七成的韩国市民 是反对日本进行排放这个核废水的状态 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炒作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只要他继续坚持核废水排放的反对立场 其实对他外交也是非常有利 所以无论是科学和政治 你都会看到 未必是科学 在政治立场上面 又或者从关心上面 北京政府对于中国核废水的反对 是有他坚持鸚派的一面 但是问题 今天最重要的主要问题 不是问为什么北京是鸚派 而是问题问 为什么香港在日本问题上 由甲转鸚 你可以看到 今次我们香港政府官员 謝展华 其实他对于日本的态度 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尖銳 加上他要说的 就是说 政府无论 怎样都会做 禁止一些海产入口的做法 不排除会扩大的范围 天文台将会每日监察这个辐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 官员的态度是非常之强硬 加上除了他说明 他不单止是在做环保问题 就是一个环保局的 通常主要做的工作 或者在他的情况下 我想都是做监察 做完监察 你都是给其他的部门 才去想一下 是不是禁止了他 又或者在进出口上面 会不会找一下医管 又或者是其他的部门 作为一个跨部门的协调 相对地都叫做 比较近 但你发现这次环保局的立场 是很清晰的 不单止进行一个 辐射的监察 甚至乎成为了一个 禁止入口的倡议者 务定了范围 究竟哪些地方 哪些怨愿是需要被禁止 而恰巧地 这些禁止的怨愿 和中国政府禁止的怨愿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都在怀疑 这个禁止方法 或者这个新闻状态 会不会不是一个 所谓香港政府 在港入问题上夹转鹰的问题 而是《日经新闻》也有说过 会不会香港 已经成为了中国战狼 外交的其中一只战狼 即成为了一个 所谓排头兵 你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阴谋论 都不是一个很错误 或者很无理的猜度 因为我们在广告之前 已经说到 就是中国政府 那个鹰派立场 无论外交和政治上面 都有它的需要 和担心上面 都有它的需要 但是 香港政府呢 其实它面对着 这么庞大的政治压力 它都要做一只战狼出来 尤其是 我们看到 有几个大问题 以前香港政府 通常看完国际报告 比如说原子能报告 就算了 又或者在制裁问题上面 它都不看其他东西 通常就是 UN 联合国说制裁的地方 那它就进行一个 所谓人的制裁 机构的制裁 除非是联合国的层次 否则 美国政府 或者其他的经济体 进行一定的 对于人和公司的制裁 香港政府 都很差 通常都不是很需要你 所以你看到 香港的政府 过去公民 就是那个公务员的立场 就是看国际 通常比较大 认受性的机构 作为 它们一个指导性的参考 所以原子能机构 今天 站在日本 或者都叫做 支持了核废水 这个排放方案的情况下 香港政府转英 其实是令到大家很怀疑 日经新闻报道完之后 他也找了一个立教大学的教授 也是香港很熟悉的 倉田切教授 进行一个评论 他认为 香港和中国在福岛问题上 显然是步调一致 而且在介入争议的时候 这是一个新现象 他认为 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一国两制逐渐消失 港府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 都要强烈要求 遵从党的路线 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去年夏天 众议院阅议长佩洛西 访问台湾的时候 特首李家超 是非常迅速地 进行谴责 倉田教授 他用着这个理解 其实是相对另一种的想法 并不是 将香港政府 对于核废水问题 视为一个商务问题 或者食品安全问题 他认为 这个 都是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 国家反对日本核废水排放 这个已经是一个外交政策 香港政府 只能够跟从 从这个角度看 我也是很难 很不同意的 因为我反过来 这么说 在我角度看 这个也是一个 不容质疑 香港政府 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政治压力 尤其是 当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站在日本政府那边 之前备用了他的排放计划之后 中国的北京政府 是指责这份报告 不能够当成为背书 也不能够当成为一个绿灯 让这个排放 就可以得以实施 香港政府面对着这个 这样的说法 是非常之尴尬 因为你想想 过去一班公务员的参考 就是看国际原子能机构 又或者联合国等等的机构 如果你今时今日 中国政府 带头出来说 我否定 或者我不想参考 原子能机构这份报告的话 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执行 香港政府究竟有没有权力 去否定这个执行 尤其是在 现在我们理解的一国两制之下 既然中国政府在外交的情况上 都已经立了这个决定 所以香港的环保局 可以说 其实如果他真的 是拿回原子能机构作为天书 其实对于北京政府来说 都叫做挂了他一把 虽然过去二十多年 中国的外交政策 和香港的涉外关系 从来都是平衡的 他们有多反日 香港都可以有多亲日 但是今时今日 这种尴尬 在现时的习近平领导之下 就不能够被发生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个政治压力上 做到的问题 第二 其实你从外交的利用上 香港也是一个不可划决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在日经中文网里面 日本的农林水产省的 政府部门的一个资讯 都显示到 其实香港和中国大陆加上 其实是日本的水产品出口的 就是非常大的地方 是有接近到36.4% 就是差不多三成以上 就是三分一以上 都是去了中国大陆 和香港的出口 所以如果一旦 这个出口问题上 香港和大陆可以保持 而步伐一致的话 它这个制裁 它这个禁制 它就可以大概有 就是阻止到三成多的份额 另外 就在鱼类来说 虽然我们看到 日本出口的鱼类 并不是很多 因为可能大家都 不是太清楚 日本很多海产 和现在看到的寿司产品 是来自外海的 就是并不是日本海的 或者也不是来自日本的 是它的鱼业 不过它自己的鱼类 其实在其他海域 是进行这个 去购买 又或者去进行这个 暴猎 但是如果你从这个 现时看到最大的海产品 例如说中国人 香港人也好 比较喜欢知道的 或者吃的 线背、青鱼、金仓鱼等等 你会看到 这个都是日本主要的出口产品 最大的客户 竟然是香港 有22% 中国只有16.9% 以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来说 我们在消费 我们在消费日本海产品 一个很大很大的份额 好了 回到刚才说的外交问题 如果无论从外交和政治上面 中国对于日本核废水 是有它的政治需要 进行一个比较鷹派的立场的时候 香港如果处于一个比较隔派的立场 除了会在某程度上 刮了中国北京政府一巴掌之外 其实这个抵制也不全面 因为最大的客户 并不单止是中国大陆 其实是香港 没有了香港的话 你也可以说这个禁制令 都叫做断了半臂 甚至大半臂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香港在这个外交立场上面 都要紧跟中央 但是你说到这里 你会发觉 这个就和蒼田教授的理解一模一样 这个有机会是香港一个涉外关系 一个所谓的新的paradigm 一个新的范式 过去我们看到 无论在中国的限寒令 中国的所谓对日本的进行针对 仇逸的思想 香港继续在输入韩国产品 继续在输入日本的产品 但是如果今时今日 我们的出入口要进行被武器化 或者叫做外交政治化的时候 你会发觉对我们商界的打击 或者商界的风险 都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从外交上面 中国进行一个所谓的 针对性的制裁 抵制 并不单止是日本的 我们过去 我们看到 台湾是一个深受极害的地方 无论是农产品 牧连释迦 又或者海产品 其实中国对于台湾的水产禁令 农产禁令 都非常之频密 那么香港需不需要跟从呢? 尤其是台湾农产品 其中一个主要出口 和日本一样 都是来自香港 澳大利亚的农产 中国也曾经何时禁过 大麦试过加税 香港需不需要跟随着这套外交呢? 刚刚我们也说过 限寒令 限寒升 香港其实都是韩国远性文化产品 食品 和等等供应的一个主要的出口地方 就是他们来到香港 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入口地 那么我们在中国如果再进一步 和韩国关系恶化 要进行制裁的时候 香港的商界 需不需要被牺牲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 饮食业是因为今次这个事件底下 去放弃了它一半的生意 根据这个 就是他们业界的新闻报道 但是你会看到呢 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香港未来的经济 又或者它的生意 那个的涉外关系呢 就多了一个新的政治风险 而因为这个政治风险呢 不能够和这个中国外交所脱钩 那么今天的时间 不如都差不多了 讲到这里 也都是讲了我们最想讲的问题 也都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的 因为香港政府今时今日呢 都仍是用着食物安全为由 进行对这十个愿 日本的愿呢 进行这个入口的管制 但是如果刚才一旦的猜想 或者倉田教授的理论是正确的话呢 其实我们那个经济的风险 我们那个生意的风险呢 就要加多一个政治风险进去 今天时间差不多 明天回到这里 见你们继续